大家好 我叫李雨萱 今年21岁 辽宁人 目前正在参加南开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的自学考试 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菲尼莫属 希望在这里可以寻求一份公关类的工作 谢谢 欢迎雨萱 雨萱你是自考的 对 所以现在是 虽然是在读 但是可以全职 对 不耽误找工作 不耽误找工作 对 在这之前有工作经验吗 我是一名乘务员 乘务员 对 火车还是 空中乘务员 空中乘务员 飞机 对 你现在是已经辞职了吗 已经辞职了 什么时候辞的职 今年年初 为什么 因为就是我每个阶段都会给自己这样做一个总结 我可能这一年来讲我都很忙 可是我不知道我在忙什么 我就很渴望那种三八生活 就是24 那这稍等三八生活是什么事 就是24小时 我可以用八个小时睡觉 八个小时工作 八个小时谈恋爱 你谈恋爱要花那么长时间 就平均一下 平均一下 太好了 来说你的理想工作 你今天主要想找到的工作 就是公关 公关 对 公关的哪部分 就是我本来是冲着中盟世纪来的 可是很可惜宋美霞女士她不在 不在 对 然后我觉得其他的就是类似媒介公关这样都可以接受 和媒体打交道 可以 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百合网 他们有一个部门叫影视合作部门 就拍电影啊 电视剧啊 这种时候呢就要和电影的出品方 电视剧的投资方去谈 这种事爱干吗 我可以 我觉得都可以尝试 都可以尝试 那么你在选择工作的时候 你对行业 有没有要求 这么有一些要求 有没有一些考虑 我对行业在时还没有 没有具体的一个要求 这样 我给你启发一下 看着我 好的 咱先搞不清楚咱做什么 但是是不是脑子里面有说 那个行业我不做 比如说去婚恋网站呢 不做不做吧 不做 婚恋网站肯定不做 年轻轻小姑娘去那儿干嘛 对吧 为什么呀 什么 我这不是交流呢 什么为什么 喜欢和不喜欢需要理由吗 没男朋友正好来婚恋网站 去你们那块就更找到了 来 看着我 婚恋网站不去吧 网站去不去 不去 网站也不去 为什么 在座的几家网站 我不是很感兴趣 不是很感兴趣 对 好 那咱们就说服务行业 比如说华旗 素巴酒店 咖啡之意 聚焦摄影 人众人 斯凯乐旅游用品 就是这些落地的服务行业 做不做 做 做 直觉上 你想去哪 直觉上 我觉得如果看老板的话 我想去人中人 那我问一个 那我问一个 你问问题 说到有时候对未来不清楚 我们就看看你对过去的了解 在你过去的那三年 你光知道说 哎呀 生活中你很多想得到的东西 没有从那工作中得到 那你能不能回想一下 你从那 毕竟还是三年 你投入了 你得到了什么 你学到什么了 我曾经是一个特别不愿意说话的人 就甚至有点自闭 然后我觉得通过这个工作 我愿意与人去沟通 而且我觉得我从那个工作中 忍耐能力变得很好 我很多东西我都可以忍下来 是什么让你觉得 哎 你可以忍下来了 那个改变是什么 就是 我觉得 我觉得只要是我做的对的 然后其实 没有必要 就是一定要去争执一个谁是谁非 我觉得 就是无关紧要的事情的话 就 就大家一笑 就 开心也是一天 不开心也是一天 我还不如开开心心的去过了 好 比如说 李斌 李斌真的需要一个私人助理 我真需要啊 你看我这不替你说的吧 你老着急 一个男老板的私人助理 做不做 说实话 不做 理由 你看你这着急 快快快 抓紧时间 我这有点着急 你看啊 为什么不给男老板做私人助理 我觉得 首先来讲 不太方便吧 不太方便 对 其次 然后我觉得 会不会有危险 会有危险 这个女生 有性别歧视 男老板也是人 对不对 对 第二 第二个问题 她只是把公关的一个表面的现象给感觉出来 从我内心当中 我觉得公关 一个公关的专家的话 第一个她人脉够 第二一个她学识够 第三一个她的沉稳度和心理的承受 成熟度够 我觉得这才能算是公关人 我补充一句好吧 就就是李斌的话 刚才说那句话不太像公关人说 哪句话 不愿意去网站 为什么 因为在座的几个网站 我 这种说话的方式 如果作为公关人员来讲的话 是很危险 怎么了 就光等你们挑求职者 求职者说一句对你们不感兴趣 你们就觉得内心受到多大伤害 错 我们这是个平等的平台 我们鼓励求职者来到这之后 冲着老板 眼睛直视 眼睛说 你那儿我不喜欢 再见 老板 来 赵高 你说的断气 但是 我必须要 我必须要 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说 他既然想做公关 那他就不应该这么说话 对 你可以不来 但是你不能这么说话 他是想做公关 但是他没有经验 合着来了这 说想做公关 就得哄着你们玩 我告诉你们 人家不去你们那网站 凭什么哄着你们玩 因为你们是老板 这要哄着你们玩吗 赵高 我必须要传心一下 中国的公关行业 公关传播 我不是指拉关系那种公关 公关传播怎么起来的 是从IT行业起来的 从互联网行业起来的 但是你从职业发展来讲 你做公关 就要从最强的 这个行业的公关来做 我们IT 你非常代表互联网 何必呢 对 没错 说得好 反过来说 姑娘我给你一句建议 数业有专攻 你在空乘里面 是一个很优秀的空乘人员 所以你进入地面的服务行业 你的根基已经非常好了 这样啊 雨萱的情况很简单 21岁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的经历 虽然干过三年空乘 但是空乘的工作相对简单 也相对枯燥 所以她选择了 今年年初辞职 现在来找这份工作 各位 你们觉得 雨萱可以继续的 留灯 你们受到伤害了 那随便 爱走走吧 选择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你下来之后你真得谢我 就刚才我这句话 想走的都不敢走 来吧 不多说 带着你们的问题 问向他 因为雨萱要向大家证明 天生我有 我们先让这边没问的人 先问一下问题 来 我有一个问题 你一选是公关 没问题 然后你说一选的老板 我印象非常清楚 是谁 杜魁 杜魁 因为杜老师这边的人众人 他是以这种 体验室培训为主的 你选择他 还是有差别 为什么选择了杜魁老师 对了 我再追一句 如果杜魁老师 那您做他的私人助理 你做吗 好 两个问题一块回答 我愿意做 愿意做是吗 对 我跟你说 这么岁数的男生 是最危险的 对了 意思回答 为什么愿意做 杜魁 网上这个 很多的粉丝 是把我当爹的 来来来 因为 我觉得杜魁老师 他身上 散发出一种 那种成熟和稳重的 那种魅力 有父爱 如果做我的助理呢 做我的助理 你有可能吗 你告诉他 直接一些 我还是选择杜魁老师吧 因为 我觉得 一个 我现在需要的是 一个好的导师 然后我觉得 杜魁老师 现在就是这样 一个好的导师 我希望他可以带着我 然后进步 那如果你 你给李斌 做私人助理 你跟着他接触的 其实都是些演艺圈 就是很出名的演员 接触的 都是公关圈里那些 就是说 得做了五年以后 才能接触到的人 接触到的事情 那你感兴趣吗 李斌的私人助理 感不感兴趣 对 你接触到的 别怕 别怕伤害任何人 最不出名的了 是是是 来不说话了 你也着急 做不做 不做 我们能给他的 职业建议吗 行政人士也不做 先不给职业建议呢 真的就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你如果一无所知 你就咬着要做公关 到时候你真做的时候 又发现 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真的错失 一个求职的机会 什么叫咬着一个工作 那叫坚持 坚持对 什么叫咬着呢 你们要是喜欢我们 就说我们坚持 你们不喜欢我们的态度 你们就说我们咬着 所以邵刚我也觉得 有时候有些年轻的求职者 上来说了四个工种 我们说你没有一个 专门的一个想法 你要走上来 21岁 请记住 说我有一个想法 我想尝试 一会儿你们俩再争论 这个我觉得这是两回事 叫小飞 小飞谢谢你的建议 谢谢你的建议 真的让他谈一下 你否则的话 来 这个建议会改变你吗 我觉得 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 我不想 因为我觉得认定了的话 我就要坚持我先走 咬定青山 他既然说咱们咬 咱们给他的回答就是 咬定青山 不放松 小飞尽管 其实是有点激动 但是 她就是苦口婆心 她是跟这女孩说 在职业初期的时候 其实不要把自己 定得那么的死 多去做尝试 小飞 你现在有点往老年方向发展 就是面对着这位求职者 你变得碎嘴叨叨 就是急于想把你的想法 贩卖出去 来吧 各位 12位 选择吧 杜奎老师 离开了 所以我必须得做一个说明 你必须要说明 非常感谢你对 你对人众人和对我的信任 但是呢 我现在确实是 没有这样一个合适的位置 但是我愿意 在职业 你的职业方向上 给你一些指导和帮助 好 谢谢 你可以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 最好需要 还是把她的要来 好的 更方便 好的 有些人呢 也看着那个什么 但是不一定 那个你知道我的意思 五位留了下来 分别说一下 你们能够提供的职位 现在主动权 已经转移到了 宇轩的手里 来 百货 我给你提供的 就是我们那个 市场部的市场专员 但是呢 我们的工作比较综合 你会在这里 得到综合的锻炼 叫市场部的专员 对 就是市场专员 市场专员 大市场部 好 华旗 宇轩 华旗呢 是一家二十年的 山楂果茶的生产厂家 那么我给你提供的职位呢 是市场部专员的一个工作 工作地点呢 是在北京 也是市场专员 是的 市场专员 好 来 许昭 苏巴酒店 那我们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国际项目合作的 这样的一个专员的助理 那么需要用到你的英文的 这样一个能力 和沟通的这样一个能力 国际合作专员的助理 爱上原品 那我现在需要 其实这也是公关的一部分 就是你负责和这些 服装设计师的沟通 归档 包括与他们的一些 设计上边的交流 好 明白了 爱上原品提供的工作 知道了 好 接下来 聚焦摄影 那么聚焦摄影给你提供的呢 是一个 礼服顾问的这样的一个职位 礼服顾问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美 非常时尚 而且是每天 会面对很多新人 会很幸福的这样的一个职业 好 这样 宇轩 然后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三盏灯灭掉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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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你想想 这么一个职位除了这样的工作 沐妍给三千 我给三千一 我觉得要多呢 咱们索性就大起一些 因为我不知道给多少 一样多吧 一样多 三千 三千 你确定吗 你不把自己的竞争力提升一下 不 这样还有朋友面子吗 你不用顾及他的朋友面子 但是我们这环节叫谈钱不上感情 所以在这会儿 四千 我想问一下您的那个工资是税后吗 四千 你说税后咱就税后 没事 没事没事 雨萱 我告诉你 这个张嘴来咱不怕 咱有影像资料 小姑娘 我能够给予你的更多的 其实不是薪水的问题 更多的是 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成长的问题 因为我当老板 才不过五个月 我还不会 看出来了 这点我们都看出来了 但是呢 我却希望 我跟我合作的这些人 将来 包括现在都是精英 好 15秒钟的思考 雨萱 你的选择是 百合 还是爱上原品 还是谢谢 再见 我选择爱上原品 我选择